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 广州市中心某酒店客房部的服务员 开始对客房进行例行的打扫卫生工作 结果呀 在进入14楼的某号客房之后 刚一进去 惊叫着多门而出 然后乘坐电梯一路下到大堂 向大堂经理喊 死人了死人了 小点事不想干了是吧 发生什么事了 服务员这才稍微冷静下来一点 小声的对大堂经理说 有客人死了 出了人命 大堂经理不敢怠慢 立刻要求保安 把那号客房封闭起来保护现场 同时呢 打电话向广州市公安局报警 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刑侦和技术人员 火速到达现场 确认现场已经被封锁之后 要求酒店方面配合工作 不要向外界扩散案情 随后呢 警方立刻到客房里勘察现场 这间客房啊 是一套双人标准间 死者呢 是一名中年男子 个子不高 体格比较健壮 上身穿着深红色的T恤 下身穿着浅蓝色的牛仔裤 脚上穿着灰蓝相间的棉袜 和棕色猪皮皮鞋 他的死状比较特殊 整个人呢 都处在客房的浴缸里面 面向浴缸尾端的墙壁 双手被反绑 双脚也被捆住 嘴里塞着一团红布 头部下垂 一根黑色的电线勒在他的脖子上 电线的另一头 系在墙壁瓷砖上的 镀铬钢材质的浴巾架上 就这样 上半身 被绳子吊颈半旋着 下半身顺势俯卧在浴缸里 浴缸里没有水 尸体上下也都是干燥的 勒住死者脖子的 那根黑色电线的线头 和插销头两端 在毛巾架上打了个死结 悬挂点 距离浴缸底部是1米57 距离死者颈部一所间的距离 是0.85米 电线绕颈一周之后 沿着双侧下颌脚 从后向前 勒压双侧耳阔外侧 以及涅部 所以呢 就形成了双耳前翻的状态 塞在死者嘴里的红布 是一条红色内裤 但塞进嘴里的部分很有限 大部分露在外面 捆住死者手脚的 是同一条白色毛巾 撕开成两条布条 在手腕那儿捆绑住双手 在脚踝上边捆绑住双脚 肢体间内侧各大一死结 白色毛巾呢 是酒店客房提供的那种洗漱用品 死者左脚的袜子里 有三张一百元的人民币 和一张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腰带右侧 有一个黑色手机套 但是里面没有手机 在客房进门处地面上 扔着一条尸毛巾 靠窗户的床上 散落着几件衣服 以及死者的身份证 驾驶证 一个空钱包和一些名片 床对面的电视柜旁边的长桌子上 有一个白色塑料袋 里面呢 有一件粉色的长袖衬衣 衬衣胸前的口袋里 有九十块钱人民币 一张五十的 四张十块的 另外桌上还散放着打火机 门卡 头一天的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 各一份 长桌和茶几之间 角落处的电子保险柜的柜门 是半开着的 里面有一张似乎是包裹过东西的 广州日报 应该是从桌上那份广州日报里抽出来的一张 报纸下方有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 茶几旁边的落地台灯的电线被人为割断 就是那根勒死岳某的电线 比较诡异的是 卫生间的那洗漱台上还摆放着三杯茶水 根据酒店方面的入住记录 死者姓岳是前一天中午入住酒店的 给他办理入住登记的前台服务员回忆 这岳某呢 言语不多 看上去心事重重的 来的时候啊 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塑料袋 在要了一套双人标间之后 就乘坐电梯上楼了 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 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的样子 从他进屋之后 就再也没下过楼 客房内没有监控 所以房内发生的事情 酒店方面无从知晓 毕竟这也是客人的隐私 根据楼道内的监控显示 岳某曾经两次出入客房 但没看见有陌生人出入该客房 从初步勘察的情况来看 室内曾经被翻动过 死者的随身物品里 没有发现手机和大量的钱款 应该是一起谋财命案 应该是凶手 发现岳某携带大额现金 于是尾随进入控制住了他 随后呢 在他的随身物品中 翻找有价值的财物 然后把岳某拖进卫生间 逼问保险柜密码 在逼问过程之中 甚至还边喝茶边问 终于在逼问出保险柜的密码之后 残忍的把岳某用电线勒住掉币 什么叫掉币 就是活活掉死 随后携带保险柜的现金 离开现场 可能走的比较匆忙 遗漏下了一张钞票 尸体被运回市局刑警支队法医室 由法医对其进行尸检 体表检查 发现尸体前胸部下腹部出现尸斑 指压不褪色 说明已经形成尸僵了 头面部高度淤血 呈轻紫状 双眼球结膜有大量点片状的出现 口唇粘膜以及双手指甲都发紫 颈部锁钩完整 在喉结那交叉 分别沿着耳垂后侧之镊部 生活反应明显 锁钩下部及两侧颈部 有一处条形的表皮脱落 左上臂内侧和左肘外侧 分别有五处和两处 呈淡黄色陈旧性皮下出血 死者口中塞的内裤 塞入口中的深度啊 刚过门牙 口腔粘膜和口唇都没有破损 双手和双脚捆绑的也不是很紧 手腕和脚腕捆绑处的皮肤 没有明显的绑压痕和表皮脱落 法医对岳某的尸体进行解剖之后 又有一些发现 头皮下未见出血 颅骨没骨折 左右镊肌 沿锁钩方向 可见点状肌肉出血 锁钩下方 有皮下出血和肌肉出血 甲状软骨和舌骨完好 颈部锁钩外肌肉未见出血 左侧颈动脉内膜 有两处横裂 猴头淤血 右心视臂 有点状出血 心血不宁 左肺叶间有大量出血点 右肺叶间有少量出血点 腹腔脏气淤血 色泽暗红 胃里没见到有食物残留 只有30毫升暗红色的液体 胃底有大量点状出血 直接死因 可以确定为绳锁勒井导致窒息而死 从现场取回的三杯茶水 经过物证化验 其中一杯验出有死者的DNA 另外两杯没有验出任何DNA 所有茶水中都没验出有致死物质 死者体内的暗红色液体经过化验是红酒 通过对岳某的身份调查 岳某早年呢 独自一个人从老家到深圳闯荡打拼 并且依靠自己的努力 开了一家小公司 当上了小老板 并且攒下了一份家业 但是近年来呢 生意不景气 亏掉了不少钱 他的公司账户上只剩下很少的资金 有不少人呢 在找他追债 那张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里 也只留下三位数的存款 根据勘查 尸检 以及围绕岳某周边查访的结果 广州警方很快就分成了 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 岳某死于自杀 理由是现场勘查 没有发现任何外来闯入的痕迹 对着客房的楼岛监控 也没有发现除了岳某自己之外的 其他人进出这间客房的画面 岳某近期的财务状况非常的紧张 他从哪弄来那么大一笔现金 带在身边要干什么呢 如果把钱装在那个白色塑料袋里 被人盯上 那凶手为什么不在路上动手呢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 作为一个壮士的中年人 遭遇抢劫 不做任何抵抗 这本身就有备常理 但是啊 更多的人认为岳某死于他杀 理由是现场情况看应该是发生过抢劫 并且就死亡方式而言 不符合自杀的状态 无抵抗伤也很好解释 一种可能是死者呀受到威逼而屈服屈从 在绝对的凶器面前 死者就算身材壮实 那也算是弱者呀 勒死死者的电线 是用力气割断的 但是现场没有刀剑一类的物品 死者的手机也不见了 明显是被人带走了 至于凶手是怎么入室的 虽然目前掌握的情况 无法解释这一点 但随着案情的深入 会告明白的 正当双方僵持的时候 保险公司找上门来 要求公安机关给岳某 开一份死亡鉴定书 因为岳某啊 在生前购买了较大数额的人身保险 如果他遇害而死 他的保险受益人 也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 将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保险赔偿金 岳某死后 他的妻儿手持保单 要求保险公司启动理赔程序 然而理赔的重要依据 就是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鉴定 如果鉴定结果是自杀 那么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 如果鉴定结果是他杀 那保险公司将履行理赔程序 然而此时的广州市公安局内 两派意见互不相让 这份死亡鉴定啊 一时半会儿那是开举不出来的 就这么耗了半个月左右 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有人一拍脑门 哎 我这脑子呀 公安部的陈世贤大法医 这会儿不正在广州出差吗 咱们何不去找他帮忙呢 真是抑郁点醒梦中人哪 于是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 亲自带人登门拜访陈世贤 希望大专家指点迷津 陈世贤来广州出差 是为了另外一起案子 原本呢 可以不管这起案子 但是当他一听这个案子的描述 并得知很多自己熟悉的同行 对案件的定性有根本性的分歧 瞬间来了兴趣了 表示一定要去看看 在仔细研读完本案的全部卷聪之后 陈世贤认为 卧室里地上扔着毛巾 床上桌面摆放东西凌乱 保险柜里有撕破柔皱的报纸 呈现出一派匆匆忙忙和慌慌张张的气氛 符合加速实施犯罪 得手之后迅速离开的 一般抢劫犯罪的行为规律 可是在卫生间里边 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场景 洗手台上的茶水 似乎预示着罪犯很有耐心 在死者身上 从掉头颈的电线 到捆绑手脚的毛巾 所有的细节都显示出来 做这些事情的人 从头到尾都是从容不迫 看不出任何慌乱的感觉 这又完全不符合 一般抢劫犯罪的规律 陈世贤断定 卧室和卫生间两个现场相互矛盾 至少有一个是伪造的 他假设撇开凶手如何进入现场房间这一前提不谈的话 假设凶手在死者进入客房之前就已经在房间里 他应该在死者进房的时候就控制住死者 鉴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 因此陈世贤认为凶手应该是个彪形大汉 或者不止一个人 这样才会让体格本身就很健壮的死者屈从未压 但这样的话 为什么在捆绑死者的时候 手法如此温柔呢 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和风细雨啊 死者就算再害怕 被捆绑的过程完全没有挣扎反抗 但是被勒上之后出于本能也应该挣扎 这种力量足够让毛巾甲松动 但现场完全没有这种迹象 如果凶手用了某种目前公安机关无法检测出的药物 让死者失去反抗能力 那就根本不需要再把死者吊杀在浴缸里 直接拿钱走人 这不就完了吗 另外在捆绑死者的过程之中 为什么没有发现死者藏在袜子里的钱呢 捆绑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的呀 总之 如果假设为他杀多余的动作太多 无法解释的疑点也太多 但如果按照自杀来假设 现场的情况倒是顺利成长多了 因为卧室里的翻动场面 一个人是完全可以制造的 完事以后再进入卫生间实施自杀 当事人在一心求死的状态之下 自然也不会挣扎 大致的程序是这样的 岳某先把电线绑在毛巾架上 自捆双脚 然后把内裤塞进嘴里 用电线系到毛巾架上 再绕脖梗一圈 然后反绑双手身体前扑 用力让绕在颈部的电线吃力拉紧 致使压住双耳前翻 阻断颈部动脉 在几分钟内窒息死亡 据此陈世贤有了初步推断 自杀 但是啊 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加以论断 从尸检结果来看 死者头面轻子 眼球又出血 颈部锁勾下肌肉出血 猴头淤血 左颈主动脉内膜 两条横列 心肺表面出血 生活反应十分明显 这些都符合生前一景 导致机械性窒息致死的症状 面部和头皮下 没有外伤和出血 颅骨无骨折 颅内无血 因此可以排除 生前受暴力击打头部的可能 死者的血尿化验 没有剪除任何药物成分 可以排除药物 致昏之后的仿造自益 死者衣着整齐自然 手脚捆绑的不仅 所用捆绑之物就地取材 双臂虽然反绑 但是绑得很松垮 即手腕的毛巾 是松散的环形 手甚至可以自由的出入 这种情况 按照一定顺序当事人 是可以凭一己之力 自行完成的 死者口腔无出血 口中所塞之物 不符合强塞的情况 上吊 承办俯卧位 小便失尽前移 说明死者死后 尸体始终保持着死尸的状态 不存在被移动的迹象 死者身上 没有任何抵抗伤 不存在自卫的行为 根据胃内无其他食物 30毫升按红色液体为红酒 说明死者的死亡时间 为饭后三个小时以上 现场空间封闭 没有他人进入的痕迹 走廊监控录像 只有死者两次进出房间外 并无外人出入 卫生间内的茶杯中的茶水 也只减出了死者一个人的DNA 勒死死者的单鼓电线 从打劫的细节来看 两端对得非常齐成 说明打劫的人并不慌乱 相当从容冷静 和实施捆绑手脚塞嘴的行为 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 死者体格强壮 在始终没有丧失反抗能力的条件之下 若是受到他人加害和威逼 没有任何抵抗搏斗 这一点是不合常理的 从监控录像发现 死者两次走出房间时 手中都拿着东西 而返回时 却是两手空空 推测手机和切割电线用的刀 就是在这个时候 被死者拿出客房扔掉的 死者生意上亏了钱 可能债台高筑 生前又偷过一笔数额较大的人身保险 说明死者有自杀的动机 这样既逃避了债务 又让妻儿获得一笔保险赔偿而维持生活 在案情分析会上 陈世贤的判断得到了一致认可 陈世贤还补充说 这起案子里面 导致岳某自杀的直接原因 是生意失败 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还念念不忘妻儿的生活 并为他们的生计做了打算 选择如此复杂的死法 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 他是遇害而死 这样他的妻儿 就能拿到那笔巨额的保险赔偿金 试图以此来偿还岳某对家人的亏欠 从而完成一个丈夫最后的担当 虽然方法不对 但我觉得他还不算是懦夫 陈世贤完全基于现场勘察和试检结果 所获得的实施 所分析的结果 虽然不可能予以实证检验 但却能对现场看似相互矛盾的地方 做出最合理 且惊得起推敲和质疑的解释 且按照陈世贤的分析进行的模拟验证 都正式可以成立 得到了广州市公安局保险公司 以及死者家属的一致认可 根据陈世贤的分析 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出具了岳某系自杀身亡的死亡鉴定书 此案就此了结 保险公司根据这份鉴定书 拒绝了岳某其儿的理赔要求 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给予了岳某其儿一定的经济补助 大案纪实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之前说的几个案子 都是费尽千辛万苦抽丝剥茧 才找到犯罪嫌疑人 找到之后 犯罪嫌疑人还会百般抵赖 可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案子 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了 还不是一个 最后竟然有三个嫌疑人 都来自首 并且都说是自己杀的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年呢 刚过完元宵节没多久 我们这呢 连续下了几天的细雨 天气呀很冷 在某湖边上 资深钓鱼发烧油老王 支了一个帐篷 独自一个人在春雨之中吹钓呢 对于很多喜欢钓鱼的人来说呀 更多的是喜欢钓 而不是喜欢鱼 你要喜欢鱼菜市场买去呗是吧 追求的是这份安静和甜事 这时候啊就看湖面水位啊 慢慢的就长起来了 老王呢 远远的看到湖面 飘着一个东西 等飘进了这么一细看 有头发 有胳膊 有腿 裸体 没穿衣服 老王看明白了 这是一句浮尸 因为没穿衣服 八成是玩东勇的 体力不支 就死了 老王是经常混在水边的人 各种奇怪的东西都见过 这点最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 老王于是就报案了 我在湖边钓鱼呢 发现了一个东勇的死掉了 你们赶紧来吧 现在河水啊 长得老快了 来晚了 人可就飘没了 接下来呢 介绍一下这次出现场的人员 法医间领导王队 上个案件里边 还是嫩得出水的小鲜肉呢 现在啊 已经是两遍斑白的中年大叔了 还有就是法医中的小透明 也就是我 还有已婚妇女之友 狠简技术员小赵同学 以及一个新成员 搞宣传的大美女 玄子妹子 经常看刑侦作品的朋友们都知道 勘察现场就需要两种人 一是技术员 一是法医 你这回多了一个搞宣传的 那什么意思啊 跟案件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了 因为在这个案件之中 最最重要的案件性质 最早就是由这个外孩的玄子妹子发现的 玄子呀 是在公安局里搞宣传的 别人搞宣传就是让我们自己拍几张工作照就行了 可玄子呢 人家是影视专业毕业的 要求要高得多 扛着摄像机亲自去现场 一个小小的宣传稿 按照纪录片的要求去拍 力求真实 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 别人就质疑 你图啥呀 你拍的再好也没人多给你钱呢 其实年轻人呢 不能什么事都图钱 总得多多少少的有那么点理想 人要是没理想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呀 这词听着耳熟 是吧 我们那四个人就来到了这湖边 派出所的民警和侦察员 正指挥着打捞尸体呢 一个小小的铁皮渔船 上面站着几个渔民 船后边啊 拖着一条长长的绳子 绳子系在尸体的一条腿上 铁皮船动力十足 突突突突的 向着岸边就开过来了 尸体的一条腿露出水面 掀起一阵阵水花 跟在渔船后边 乘风破浪 踏浪而归 我一看这阵势就急了呀 案件现场的尸体 怎么能经得起这么拉扯呢 新鲜尸体还好点 韧性十足 如果是高度腐败的尸体呢 你好不容易把尸体拉上岸 发现大腿在 身体没了 我正打算提醒渔民 小心尸体的时候 可是已经跟不上了 捕鱼的汉子 威武雄壮啊 身手敏捷啊 三两下子就从船上跳下来 把尸体拖到了岸边 我们一看尸体 火整个变成了一个泥糊糊了 只有从计绳子的腿上 可以依稀推断出是个人形 这回尸检呢 恐怕得费点事了 当然咱话得两头说 虽然渔民打捞尸体非常不专业 但是咱不能怪人家 他们都是一群很热心 很善良的汉子 愿意帮助我们无偿打捞尸体 已经非常不错了 咱们也不能再苛求更多的细节 不能量了人民群众的心 我们和渔民汉子握手道谢 一一道别 然后就开始初步检验尸体 检验尸体前呢 先说说现场的环境 尸体以前在湖里 现在被拉到了岸边 湖边呢 是个类似尸地的地貌 有的地方长有草 有的地方就是泥糊糊 有石头的地方可以勉强站立 没石头的地方啊 很可能有陷阱 一脚陷下去 可能命就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尸体被打捞上来之后 浑身都是泥糊糊 我们把尸体拉到湖边 用湖里的水初步先清洗了一下 我最关心的就是系绳子的那条大腿 看看被拉断了没有 尸体刚拉过来 虽然还裹着厚厚的泥浆 可我发现了左大腿 也就是系绳子的那条腿的异常 左大腿根部有一个巨大的窗口 我沮丧的对王队说 王队 你看 刚才我还担心呢 渔船动力那么足 怕把尸体给拉散架了 现在尸体还好没散架 不过大腿根部拉出这么大一个口子 人家就想来搞个东勇 没想到把自己淹死了不说 大腿还差点没了 搞个死无全尸 哎可怜呢 王队赶紧跟我说 行了别贫嘴了 尸表还没检查完呢 你就知道人家是东勇的呀 你就知道大腿上的伤 是渔船拉断的呀 不能先入围主啊 王队说的没错 咱们之前讲的那个案子 就重点介绍了先入为主的危害 先入为主是现场勘察中 非常常见的逻辑错误 我拿个饮料瓶子 灌上湖水 慢慢的清洗尸体 左大腿根部的窗口 看看这个窗口 是不是渔船迁拉形成的 这一看呢 还真发现了问题了 左大腿根部的窗口是环形的 也就是说 以鼓鼓为圆心 切了一个圆 这一点 符合渔船迁拉形成的特点 窗面苍白 没生火反应 也就是说 这个窗口是死后形成的 渔船迁拉形成的损伤 就是死后伤 这也符合 清洗到了窗口的底部 露出了鼓鼓 这时候我发现异常了 窗口底部的鼓鼓上 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细小的切割痕迹 并且啊 还窗口底部的鼓鼓上都有 我跟王队赶紧说 老大 不好啊 这有可能是个命案啊 王队赶紧到我跟前 也仔细看验窗口 发现窗源呢 比较整齐 窗口内的血管 断断整齐 这几点渔船迁拉是不可能形成的 没错 这确实有可能是个命案 这时候啊 可能有的听友就有疑问了 你一小法医 就凭大腿上一处窗口 并且这窗口还是一死后伤 你就能推断这是一个命案吗 还真可以 因为尸体上死后的损伤啊 有时候比生前的损伤还有用呢 咱们再举个例子吧 王小明死了 他的大腿上有一个新鲜的窗口 这个窗口使鼓动脉断离 导致王小明失血性休克死亡 很显然 王小明大腿上的窗口是新鲜窗口 是生前导致的 从逻辑上来说呀 这个窗口有可能是杀王小明的凶手所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王小明自己所导致的 如果是凶手所致 王小明就是他杀 如果是王小明自己所致 那么王小明就是自杀 我们单从窗口上 不容易辨别王小明是他杀还是自杀 那么如果王小明大腿上的窗口 是死后的损伤呢 这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因为王小明死亡之后 是不可能自己对自己造成损伤的呀 所以王小明大腿上的这个损伤 必然是他人造成的 那么这个他人就有很大嫌疑了 人家王小明都死了 你把人家的大腿都快砍断了 从十招来你想干什么呀 再看尸体大腿上窗口的形态 窗圆整齐细细细细 说明智商工具很锐利 体积不大 从窗口底部鼓鼓的切割痕上来推断 说明智商工具质量不大 那么这些特征也就排除了 大腿上的窗口 是渔船的螺旋桨 所导致的损伤的可能 有了这些特征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一个人用一个锐利的小刀 反复切割尸体大腿的根部 几乎都快把大腿切下来了 他想干啥呀 没错 他想分尸 既然这个人想分尸 为什么尸体还是完整的呢 因为这个人不具备解剖知识 他之所以在大腿根部切割 是想把大腿肢结下来 但是大腿根部并不是骨骨头 与骨盆连接的地方 这仅仅是骨骨的中上段 当这个人分尸 分到骨骨的时候就切不动了 骨骨很粗啊 并且很坚固 他分尸的这把小刀 是不可能把骨骨切断的 所以干脆不切了 直接把尸体扔了就算了 准确的说 尸体大腿上的窗口 是分尸未遂的结果 都分尸未遂了 我说它有可能是个命案 这不过分吧 不过呀 这个案件 比咱们之前说的几个案件 难度都大 以前的案件有现场 技术员负责痕检 法医负责尸体 这个案件完全没有现场 尸体是从湖里飘来的 足迹指纹完全没有 所以本案的所有证据 都需要法医去寻找 下午在尸体解剖室里 我跟王队对尸体身上的泥糊糊 进行清洗 准备下一步的解剖检验 我们敬业的大美女 玄子妹子 当然不会错过 这次跟拍的好机会 当我把死者的面部 清理干净 呈现出来的时候 玄子呀 首先发现了问题了 哎 这个人的发型好奇怪啊 到处都是坑 好像被人故意破坏过了一样 各位 这可是破案的重点 我当时啊 心里边还在那儿 讥笑这玄子妹子呢 妹子 你快醒醒吧 这是在尸检嘛 你还有心情关注死者的发型 好看不好看 等会儿开始解剖的时候啊 还不把你给吓死啊 接下来啊 咱们来说说解剖检验的情况 死者是一名成年男性 目测年纪在35岁左右 死亡时间约两周 因为冬天温度比较低 所以腐败程度并不严重 死者裸体 没穿衣服 尸斑成片状 位于背部腰部 没有受压的地方 在腰背部皮肤表面 可以见到很多细小的 类似于小石头一样的压痕 这也是破案重点 死者双上之外侧 可以见到广泛的皮下出血区 双手可以见到很多细小的 表浅滑伤 伤口里面 可以见到一似铁锈样的异物 这同样是破案重点 左大腿根部有一个环状切口 周围的皮肤都已经被切开了 只剩下一股股和肢体相连 打开胸腹腔 心肺表面没有见到有出血 胃以及十二指肠 也都没见到食物 颈部肌肉群没见出血 舌骨没见到骨折 死者头发长短不一 像是被人故意破坏过一样 刮去头发 左顶部头皮 可见三处点状窗口 这三处点状窗口 形态一致 距离相等 有明显生活反应 是生前伤 死者枕部 有一个差不多核桃大小的挫伤区 窗口内 可以看到有小石头附着 聚开颅骨 可以看见颅内广泛硬膜下血肿 枕部损伤对应额部 可见脑挫伤 解剖之后我们知道 死者是颅脑损伤死亡 死者左大腿的窗口 是死后所导致的 和死亡原因无关 死者身上发现的几处异常 咱们在这儿先保存着 在后面的分析里面 咱们会提到 这起案子线索很少 但是还是有线索的 一个线索就是法医的检验 刚才咱们已经介绍过了 第二个线索就是监控 既然死者是被抛尸的 那肯定有交通工具吧 那就查监控 第三个线索就是可以找尸员 找尸员就是调查死者是谁 我们在之前讲那个 无头女尸案的时候啊 为了找尸员 我们做了大量的走访 分析了很多种可能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 寻找尸员呢 要容易的多 因为啊 咱有外加系数据库 什么叫外加系数据库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一个家族的所有男性 都共同拥有一个同样的外 取死者的DNA 和外加系数据库相对比 就知道死者是哪个家族的 白银连环杀人案 和前一段时间侦破的 92年南一大杀人案 这个方法都是侦破的关键 但是用外加系数据库 找尸员呢 也是有缺陷的 那就是一个家族 能找到好多户人家 死者具体是谁 还需要侦察员们的详细调查 经过数据库比对 死者很大概率 是一百多公里之外 某村子张氏家族中的一员 我们法医呢 先休息几天 让侦察员先查一下监控和这个张氏家族 过了几天呢 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侦察员汇报说 张氏家族在当地是大族 人很多 经过这几天的调查 没有发现和死者年龄相仿的失踪人员 不过 在对一户人家进行排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点异常 这户人家啊 兄妹四个人 他们从小父母双亡 姐姐把三个弟弟都养大了 所以姐姐就是代表这四家的大家长 姐姐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了 承包了上百亩土地 种植花草果树 他的二弟和三弟也在姐姐的帮助之下 有些资产 最小的四弟 大学毕业之后啊 一直在城里工作 很少回家 问题就在这个张家老四身上 老四的年龄和死者相仿 当我们提及老四的时候 姐姐说他很少回家 于是呢 侦察员就跟姐姐说 发现了一具尸体 有可能是张家老四 希望姐姐联系一下老四 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这时候啊 姐姐就开始不停的哭泣 排查也没办法进行了 侦察员觉得 姐姐的反应太过激了 好像事先已经知道老四会发生不幸一样 就对老四的两个哥哥呀 取了血 只要查一下DNA 就能确定死者 是不是张家老四 这边我们还在研究 死者是不是张家老四呢 某派出所啊 就传来喜讯 凶手 投案自首了 凶手竟然是张家的老三 老三到派出所 说自己杀了自己的弟弟 他说了 我弟弟老四 沉迷赌博 虽然我们几个训斥了他好几回 可他还是屡教不改 老四欠下很多赌债 春节前呢 忽然回家 是为了躲避赌债才回来的 所以不能对外走漏风声 我把老四安排在花田里的一间杂物间里 我耐心的劝导他 让他以后不要再赌了 老四根本不听 于是我就和他发生了争执 当时我非常生气 随手拿起一个种花用的花锄 就打在了老四头上 接着就离开了 第二天我再去杂物间找他 发现老四已经死了 我为了逃避惩罚 就想用水果刀 把老四的尸体肢解掉 不过因为老四 毕竟是亲弟弟 我只是在大腿那分割了一部分 我就下不去手了 当天夜里 我骑摩托车 把老四的尸体丢弃在了湖里 投案自首之后啊 我们都很兴奋 没想到这个案子竟然这么容易就破了 可是还没等我们高兴呢 张家老二也来派出所自首了 老二声称是自己打死老四的和老三无关 老二啊也叙述了他的作案过程 老二的作案过程呢 和老三差不多 咱们也就不再赘述了 唯一的区别是老二啊 说自己是用腰带打死老四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又出现了一个凶手呢 平时破案都是找不到凶手 这回啊一次出现了俩 究竟他们谁是凶手呢 或者他们会不会都是凶手 又或者他们会不会都不是凶手 嘿嘿 这就需要法医来辨别了 咱们来分析一下啊 张家老三和老二的叙述还挺靠谱的 死者的死亡时间 死者的年龄 死者的遇害地点 分尸的工具都能对得上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两人致死老四的方法 老三说是用花锄打死老四的 在解剖中 我们在死者的左顶部 发现了三处点撞窗口 间隔箱等形态一致 花锄类似于猪八戒的耙子 耙子打在头上 就是这么几个血窟窿 但是这三处啊 损伤都不重 颅骨上连个印痕都没留下 这样的损伤完全不能把人打死 所以老三不符合 老二说是用腰带打死老四的 在解剖中 死者双上之外侧 有多处皮下出血 这些损伤符合腰带 抽打死者所致的特征 腰带抽打也确实能导致人死亡 比如挤压综合征 但是挤压综合征需要身体大面积的皮下出血 再看死者身上的这点皮下出血 还没有你不写作业 你妈妈打你打得中呢 所以啊 老二也不符合 前边咱们说过了 死者是因为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的 至于是什么性质的颅脑损伤 留个悬念 咱们呢 后边再分析 但是很显然 老三和老二所说的手段都不能造成严重颅脑损伤 所以从法医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们都不是凶手 既然两个人都不是凶手 那是不是就能宣布他们是无罪的呢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虽然从致死原因上 他们都不符合 但是本案的其他细节都是相符的 特别是分尸的细节几乎完全一致 如果他们不是凶手 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呢 还有一点就是 法医的分析是建立在老三和老二 都是说实话的基础上 如果他们都在说谎呢 所以啊 虽然有部分细节不相符 但是他们还是重点嫌疑人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他们所叙述的内容 一一的调查印证 在老二和老三的叙述之中 他们都提到了花田中的一个杂物间 他们呢 就是在杂物间里边 把老四杀害并且分尸的 那就去看看这个杂物间呗 在老三和老二的带领之下 我和王队开车赶到了张家的花田 刚到不久 派出所打来电话 又有人投案自首了 这回啊 是张家的大姐 哎呦 这一家子人都是怎么了呀 这是争相赴死啊 先不管大姐了 先把花田的杂物间勘察一下吧 杂物间位于张家花田的一个角落 南侧有一个厚重的木门 进屋之后 屋面是碎石地面 屋中心呢 可以看见一处血迹 按照老三和老二的说法 这是分尸的时候留下的 分尸的刀就在地上随意丢弃着 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 小屋的右侧墙角 有一大团稻草乱糟糟的 跟狗窝似的 稻草旁边呢 有个脏兮兮的破碗 碗里边还能见到风干的食物 小屋北侧墙面 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离地面差不多两米有余 窗户的窗栏是生锈的螺纹钢 窗户下面的墙面上啊 有灯榻的痕迹 仔细辨认之后 是光角形成的足迹 窗户窗颜 能见到多处灰尘手掌印 右侧窗颜 也发现有光着脚灯榻的脚印 在杂物间里边 我们发现了分尸工具 还有地面的血迹 提取地面和水果刀上的血迹 与死者的血迹对比 就能认定地面血迹 是不是死者留下的 回到派出所 我们想听听张家大姐 是怎么说的 她的叙述啊 跟老三老二完全不同 张家大姐呢 是一边说着一边哭着 她说呀 老四是我最小的弟弟 比我小十几岁 因为父母去世的早 我从小对老四溺爱有加 把他当儿子来养的 老四大学毕业之后 也没正经工作 他也不愿意回农村 跟我一起种花 就一直在城里边混着 老四近年来呢 沉迷赌博 我虽然多次严加训斥 但他根本不听啊 他总是欠一身赌债 最后让我来还 我虽然知道不能给他钱了 但总是心软 总愿意相信这是最后一次 总愿意相信老四以后会改好的 临近春节前的一天 很久没有回家的老四 忽然回来了 他又欠了一身赌债 这回啊 我决定不再帮他还债了 老四也没开口跟我要钱 他是想找个地方躲避几天 外面讨债的人呢 太凶了 躲过春节就行 我把老四呢 就安排在了花田的看护小屋里 怕走漏风声引来讨债的人 就让看护花田的工人放假 自己住在看护小屋里 照顾老四也能看护花田 最初的几天呢 平安无事 不过 在后面的一天 大半夜的时候 我都睡熟了 老四喝了很多酒 偷偷摸摸的 进到我的房间里 他竟然 竟然把我强奸了 我是他的亲姐姐呀 他竟然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我一怒之下 就把老四打死了 我的两个弟弟都是无辜的 他们是想替我顶罪 求求你们放了他们吧 姐姐的叙述啊 让我们大吃一惊 如果姐姐说的是真的 那么老四可真是禽兽不如啊 并且这个杀人动机也确实充分 与此同时 负责监控的侦察员 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 根据老三和老二所说的抛尸时间 侦察员发现 在那天晚上 张家花田到湖边的路上 有一辆非常可疑的小卡车 虽然卡车车牌 用泥水故意遮挡了 但是这辆卡车呀 特征太明显了 车身上有广告 就写着某某花卉 还有电话号码 经过调查 这辆卡车 正是张家大姐名下的运输车辆 难道真是大姐杀的人吗 兄妹三人的陈述 都有合理的地方 但也都有明显的漏洞 那么他们三个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行了 咱们呢 把大老王队请出来 看看他的分析 王队在案情分析会上说 首先呢 我要先说明一下 死者的死亡原因 死者是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死者的枕部有一擦措伤 对应的额部有一对冲的脑措伤 这种损伤多见于摔倒 失足或者坠落 无论是老三说的花锄形成的损伤 还是老二说的腰带造成的损伤 都不能导致老四死亡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排除老三和老二是凶手的可能性呢 当然不是 他们有可能说谎 也有可能是避重就轻 也有可能死者的摔跌 失足或者坠落 就是他们造成的 所以啊 我们不能只听信张家兄妹三人的叙述 咱们必须要通过客观的证据 还原真相 抛开兄妹三人的说法 现在呢 从最初死者身上的线索开始分析 死者身上的所有线索之中 有一处是我最疑惑不解的 那就是死者背部的尸斑 在背部片状尸斑中 有很多类似于小碎石一样的压痕 咱们都知道 尸斑能反映出与之接触的物体的痕迹 如果夏天一个平躺在凉席上死亡的人 在背部会出现凉席特有的格格状的压痕 这个特征在冬天呢 就不会出现 因为冬天穿衣服比较厚 有衣服的衬垫 不容易显出接触物的特征 然而 死者老四的背部 就有这样的类似于碎石一样的压痕 这说明死者死亡的时候 没有穿衣服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春节前后 基本上是一年最冷的时候 那么死者为什么没穿衣服呢 我设想过很多种可能 但都没有证据支持 直到我回想起解剖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的一句话 在解剖室啊 我跟王蜗牛 刚清洗完死者的面部时 跟拍宣传的玄子同学说了一句话 这个人的发型好奇怪呀 到处都是坑 好像被人故意破坏过了一样 对 就是这句话 头发可能是人体上 法医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因为解剖头部的时候 需要把头发完全刮掉 才能更好的发现头皮上的损伤 我们法医看重的是损伤 而不是发型 而玄子同学不一样 她是影视专业毕业的 本身也是一个美女 有超越一般人的发现美的眼睛 所以很敏锐的就发现了 死者的发型有问题 而我们所有的法医 却把这个问题给忽视了 死者的发型坑坑洼洼 大冬天没穿衣服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 侮辱 虐待 在我看过了花田中的杂物间之后 我更坚定了这个看法 杂物间里有乱糟糟的稻草 有脏兮兮的破碗 稻草是用来睡觉的 那脏碗呢 是用来吃饭的 再结合死者的头发和衣服 很有可能死者在这里被囚禁了 不过囚禁的时间呢 可能不会太长 因为死者胃是空虚的 脏碗里的饭 他没吃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老四要承受被侮辱 被虐待呢 我认为张家大姐说明了原因 也就是老四把大姐强奸了 强奸自己的亲姐姐 这是禽兽的行径 而禽兽是不需要穿衣服的 更不需要发型 只能睡在稻草里 用这种手段来完成对老四的惩戒 所以张家大姐说的前半部分 我认为是可信的 后半部分 他说在强奸之后 一怒之下 把老四杀掉 试问 如果老四这么轻易的被击杀 那么他是怎么强奸成功的呢 很显然 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并且张家大姐 根本就说不清 怎么杀的老四 分尸抛尸 更无从说起 张家大姐急于救两个弟弟 所以急着把罪行往自己身上来 但是他仍然说不清楚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 对没有见过的东西进行想象的 只能通过见过的东西 去推测类比 所以我认为 张家大姐与老四的死亡无关 那么老四是怎么死的呢 这就得从杂物间北墙上的 光角的足迹分析了 北墙墙面的赤足灯塔痕迹 也侧面证明了老四没穿衣服 那么老四登墙干什么呢 他想越窗逃走 这点窗檐上的灰尘足迹和手印 可以证实 手脚都上到了窗檐上 死者的双手都有小划伤和铁锈 北墙上的窗栏就是生锈的罗文钢制成的 在罗文钢上也发现了新鲜擦拭的痕迹 现在在看死者枕部的错裂伤 窗口内有细小的碎石 而杂物间地面正是这种细小碎石 所以根据这些来分析 在结合死者颅脑对冲伤的特点 我认为老四是想越窗逃跑 尸首从窗户上坠落之后 伤到了枕部 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也就是说 张家三兄妹都不是凶手 老四的死是个意外 那么分尸和抛尸又该怎么解释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老四的死啊 是自己坠落造成的 那么分尸和抛尸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就得从张家兄妹们的关系说起了 从老二老三大姐争相认罪上来看 他们之间的亲情很浓厚 张家大姐和兄弟们可能情同母子 当得知老四侮辱了大姐之后 最愤怒的恐怕是老二和老三 惩罚并囚禁老四的恐怕也是他们 这一点从老二和老三 对老四造成的损伤上能看出来 损伤都不重 惩罚性质更多 因为老二和老三都对老四动过手 老四坠落死亡时 必然老三和老二不在 等老二和老三发现老四死亡时 因为缺乏医学知识 都认为是自己打死了老四 从老三和老二能准确说出分尸的细节 可以推断 他们都参与了分尸 同样因为医学知识缺乏 分尸很不成功 至于抛尸嘛 老二和老三说的抛尸过程都非常可笑 他们说是自己骑摩托车 把老四尸体抛弃的 要知道 抛尸地点距离张家花田一百多公里 在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 摩托车后面带个尸体 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呢 他们之所以不说是用小卡车抛尸的 是因为小卡车是姐姐名下的 同样的道理 他们不想让姐姐牵扯进来 最后啊 结合姐弟三人的陈述和现场调查 咱们呢 对案件也做一个还原 这老张家呀 有姐弟四人 姐姐最大 下边三个弟弟 因为父母早亡 三个弟弟都靠姐姐拉扯长大 老二和老三对姐姐感情很深 对姐姐呀 就跟对自己的亲妈是一样的 老四最小 因为上边有哥哥姐姐照顾 从小一点苦都没吃过 大姐勤劳能干 承包了白母土地 种花养草 并且帮助老二老三两个弟弟 把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 老四呢 从小受到姐姐哥哥的溺爱 不愿意在农村劳动 后来上了一所不入流的大学 毕业就等于失业了 老四在城市里边见过世面之后 更不愿意回农村生活了 自此之后的十来年 老四一直在城市里边混迹 有时候工作 但是呢 也入不敷出 全靠家人接济 谈女朋友 谈了也不少 今天小丽 明天小方的 都是为了满足下半身的朋友 没有一个正经的 后来老四染上了赌博恶习 哥哥和姐姐严加赫斥 但他还是屡教不改 最后 姐姐和哥哥直接就把老四的财源给断了 不给他钱了 老四为了赌博 开始借高利贷 为了逃债 东躲西藏 居无定所 一个多月之前 临近春节 或许是年关催债的人催得更紧了 老四突然回家了 他告诉姐姐 自己是来躲债的 实在没地方去了 姐姐虽然恨他不争气 但他也不能放任亲弟弟不管呢 于是姐姐呢 把老四安排在花田的一间小屋里 如果让别人知道老四回来了 讨债人会蜂拥而至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姐姐让看护花田的大爷放假 自己住在花田 担负其保安的职责 农村花田里的生活 自然是枯燥无趣的 一天夜里啊 老四发现了看护大爷 留下的几瓶白酒 很愉快的就占为己有了 然而悲剧 就在那一天晚上发生了 可能是因为酒后乱性 老四大半夜 竟然偷摸进了姐姐的房间 把姐姐强奸了 姐姐已经是年近五十岁的人了 怎么可能是她三十多岁一个小伙子的对手呢 姐姐是又怒又愧 当天晚上打电话 把老二老三叫到花田 让他们给老四找个安身之地 总之花田老四是不能再呆了 老二老三看姐姐举止很奇怪 感觉必有隐情 再三追问之下 姐姐已经是泪流满面 不得已 这才说出实话 老三得知事情真相之后 整个世界简直就要崩塌了 老三和姐姐年龄相差十来岁 对姐姐极其尊重 早就把姐姐当母亲看待 他呀怒上心头 扬言要打死老四 随手操起一个花锄 打在了老四头上 老四的头部呢 顿时鲜血直流 姐姐和老二赶紧上前制止老三 老三出手太重 要是不阻止 老四恐怕真会被打死 老二呢 稍微年长一点 琢磨了很久之后 跟姐姐还有老三就商量 这件事情啊 不能让姐夫知道 一是家丑不可外扬 二是花田这份产业 都是靠三家团结一心奋斗的结果 如果姐夫 还有姐姐的儿子 知道今天的事情 日后啊 必定这心里边不痛快 那么我们之间的 这个缝隙也就有了 现在的亲情 现在的产业 恐怕也就都保不住了 不过老四必须要得到惩罚 具体惩罚事宜 由老二老三负责 他们把老四 关在花田的一间杂物间里 用腰带对他反复的抽打 这也就是为什么 双上之外侧 有皮下出血区 因为怕老三出手太重 抽打训诫 基本上都是由老二完成的 然后他们把老四的衣服脱光了 用剪刀 把他的头发剪乱了 因为老四的作为 禽兽不如 禽兽是不需要穿衣服的 不需要发型 这样做更多的是 对他心理上的惩戒 但是冬天不穿衣服 是会被冻死的呀 老二呢 送了很多稻草 到杂物间里边 因为畜生 都是在稻草窝里睡觉的呀 直接把护院的狗碗 给了老四 让他用狗碗吃饭 就这么着 老二和老三 把老四关了起来 让他悔改思过 老四长这么大 哪受过这样的苦啊 狗碗里的饭 是一口没吃 在饥寒交迫之下 老四就想跑 屋门是被锁上的 他就想翻窗 杂物间的小窗户呀 离地有两米多高 窗栏是生锈的螺纹钢 老四就整个人攀附在窗户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窗檐右侧 有残缺的灰尘足迹 两手呢 用力的摇内罗纹钢 这也就是为什么 老四死后双手 能够见到铁锈 以及细小的划伤 他就想着破窗逃走 可能是由于用力过猛 或者是一不小心 老四从窗户上掉了下来 枕不着地 导致颅脑损伤死亡 第二天中午 老二和老三来到小屋的时候 发现老四躺在窗户底下 已经死了 因为老四死亡时间 在12小时以上 尸斑已经相对固定 小屋地面上呢 有很多碎石 所以老四背部的尸斑 有很多疑似碎石一样的压痕 此时老二和老三呢 都觉得是自己打死老四的 他们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 那怎么办呢 经过深思熟虑 他们决定隐瞒老四的死讯 因为老四是来夺赌债的 除了自己的姐姐 没人知道老四在这 他们只需要把老四的尸体处理掉 就没人知道老四已经死了 那么怎么处理尸体呢 埋在花田肯定是不行的 工人们每年呢 都会翻土耕种 他们决定分尸 分成小块运走 可能是因为没有医学知识 也可能是因为老四是自己的至亲 实在不忍心下手 所以分尸很不成功 分尸不成就抛尸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老二老三驾驶着运花的小卡车 把老四的尸体就运走了 为了躲避监控 故意把卡车的车牌用泥水弄脏了 正好那几天呢 下了一场冬雪 然后他们开车一百来公里 把老四就丢到了湖里 几周之后 我们的侦察员排查到了张家 作为张家的大家长啊 姐姐接待了侦察员 当姐姐从侦察员口中得知 湖中的尸体很有可能是老四时 他这心里边啊 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姐姐只是一味的哭泣 根本听不进侦察员的询问 送走侦察员 姐姐质问老二老三 老四去哪了 老二老三呢 也在那支支吾吾说不明白 姐姐就要看关老四的杂物间 老二老三不许 但最后啊 姐姐飞去 他们也拦不住 当姐姐看到杂物间地面分尸 流下的血迹的时候 一切都明白了 老三对姐姐感情最深 想起了小时候种种的艰辛和不义 如果没姐姐 现在别说娶妻生子 有自己一份产业了 恐怕啊 早就饿死街头了 老三决定独自承担杀死老四的责任 于是第二天告别妻女之后 就到派出所自首 说是自己杀了老四 老二知道老三自首之后 心如刀脚啊 随后也到派出所自首 说自己杀了老四和老三无关 姐姐得知两个弟弟自首之后呢 也去自首了 说老四是我杀的 姐姐觉得 老四死一切都是源于自己 老四死了 两个弟弟被枪毙了 我们老张家也就绝了后了 如果一定要枪毙一个的话 他愿意牺牲自己 于是就出现了这兄妹三个 争着当杀人凶手的一幕 最后啊 经过我们详实的证据和王队严谨的论证 证明了 无论是花橱还是腰带 都不是导致老四死亡的原因 老四是意外坠创死亡的 案件至此所有疑问都真相大白 特殊职业故事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